如何快速掌握恰恰舞流畅且有力量的发力技巧 今天老师来和大家讲一讲 相信很多同学开始学恰恰舞的时候 会从这个动作并且伴随这样的技术守卫开始练习 2 3 恰恰 1 2 3 恰恰 1 好 看上去有点僵硬 还有点淡白 调快了还有点傻 2 3 恰恰 1 2 3 好 那今天老师来教大家一个方法 迅速让你的动作看上去自然流畅还有力量 好 首先我们来讲发力把它分成三个部位 第一个 我们的腿 我们一般来讲是第一道发力点 二呢 就是大概在我的肋骨的位置 大概在肋骨支撑 好 三呢 踩到我的手 我们一般跳舞的话就很多初学者 他一般是这样跳的 2 3 恰恰 1 这也是很多机构会教的方法 就是 这是第一道发力 第三道发力 一 三同步 2 3 恰恰 1 这个方法呢 我们来分析一下 它大概率就等于这种 同手同脚走路 所以我们跳起来会感觉有点奇怪 那我们有的同学说 老师为什么小朋友跳不奇怪 其实小朋友跳也奇怪 他只是因为小跳的有力会显得可爱 成人会直接把这个缺点暴露出来 所以我要怎么跳呢 1 2 3 它的力是循环的 腿发力 好 身体支撑 再带手 好 下面不要直接用三去走 1 2 3 1 2 3 1 2 3 腿 身体 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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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 and 3 and JJ1 所以它每一次是一个内在能量循环 就是1 2 3 那我们很多同学会直接把三去换 这样就奇怪 那老师每次都会做一个cycle 一个圆形的能量转换 腿 肋骨 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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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所有的恰恰发力都不可能是同步到的 不可能是同步到的 即使这种看上去是同步到的动作 实际上它是先落脚 再到身体 最后到手 它要去接下一个动作 一定又是回到脚 身体 手 所以我们这个动作 等看 1 2 3 1 2 3 我们很多时候就变成 打打打打打 1 2 3 好 换我来 腿先走 1 2 3 然后我们连起来试一下 1 2 3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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 and 3 and cha cha 1 2 and 3 and cha cha 1 好 好